盘点火影中那些自带皮肤特效的忍术 飞断的咒术死死瓶血 在火影前期是一种非常恐怖且恶心的忍术 是他从邪神教那里学会的秘术 使用的时候需要用敌人的血当眉间 让敌人受到施术者所受到的所有伤害 前提是必须伤害自己身体才有效果 因此 这种忍术只有不死之身的飞断可以使用 而且飞断也必须进入本身的血索化的阵势中 使用的时候飞断全身会变成死神的黑白相间魔力 只可惜拥有如此无敌的人数 飞断的智商却跟不上 最终还是败给了鹿丸的头毛 只能怪飞断没有学会通灵蚊子的数 不然柱间来了也得给他磕一磕 女人者的克星 姨妈飞断天下无敌 佐助使用的天之咒印 是大蛇丸以宠物和人助力的形态为启发而研究的一种数 可以分为状态一和状态二 状态一开启时的皮肤特效是全身布满黑色的阴影 外观的变化跟使用者本身的查克拉勇 佐助开启咒印状态二是会整出一对翅膀 脸上也会出现十字形花纹 皮肤特效直接拉满 后来佐助的左翼被迪达拉炸短 右翼被天罩烧毁 随着大蛇丸被诱的十拳剑封印 咒印也从佐助身上彻底消失 叠丁刺模式其实是被忽略了一种强大的战斗模式 当丁刺意识到自己要战胜敌人的时候 身上潜藏的力量就会化为蝴蝶显现出来 其实就是将平时大吃大喝积累下来的卡路里转化为能量 本来是要用特殊的红辣椒丸才能激发出来的力量 但丁刺可能是看过塞亚人变身 仅靠愤怒就能变身 而且还没有副作用 典型的技能变强又能变帅招数 建议丁刺日常使用 次战中名人为了拯救伟兽们 努力帮助他们摆脱带头的控制 最终在名人的行动感化了九尾 两人互相理解 名人也完全解开了八卦封印 此时木叶的名人和九喇嘛合为一 名人成为奇拉比之后的第二个完美人 眼瞳形状也变成九尾的竖直状腰痛 此时的名人可完全操控九尾的力量 与其他尾兽不同 九尾人助力的尾兽化是产生查克拉外衣 人助力和其他人都可以自由出路 只是第一次完全尾兽化的时间受到限制 只能维持五分钟左右 后来的名人也逐渐熟练 甚至将九尾模式和现任模式结合在了一起